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胡锦涛在贺电中说 建交30年来中福关系稳步发展 上世纪末 双方通过友好协商 顺利解决了澳门问题 为新世纪中福关系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方赞赏胡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将发展对华关系 作为外交政策优先目标之一 并积极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2005年 中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中方重视葡萄牙 在欧盟和国际事务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同福方共同努力 加强交流合作 增进信任友谊 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 把中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推上更高水平 席尔瓦在贺电中说 过去的30年 在两国历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 双方通过友好合作 实现了澳门的平稳过渡 2005年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双方在更广泛领域 继续进行互利合作 创造了条件 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突然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意义 扑方将和中方一道 充满信心和活力 面对两国关系的未来 半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与葡萄牙总理索克拉特斯 也分别互制了贺电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月7号至8号 在河南检查指导抗旱工作室指出 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促进粮食稳定增长 农民持续增收 事关经济全局意义重大 抗旱救灾工作 不仅关系粮食安全 而且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汉区要把抗旱工作 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 切实抓紧抓好 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 迄今已经有110天 没有有效降水 7号上午 温家宝来到长葛市老城镇 尹家唐村 他走进麦田 蹲下身拔起一棵麦苗 查看苗情 温家宝说 今年大旱 我们不放心 来了解抗旱情况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他对村民们说 我相信啊 措施到位之后 会见到效果的 但是 起关键作用的 还是咱们农民 大家要有抗旱 保丰收的 这样一个信心 能够浇上水的地方 尽量包产 不能够浇到水的地方 也要千方百计 减少损失 商情 苗情好的地区 还要设法征产 7号下午 温家宝来到宇州市 方岗襄阳北村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正同当地群众一起 利用各种设施 浇水保苗 温家宝让司机停车 走过去 勉励大家 共同努力 克服旱灾 带来的困难 他说 现在我们要靠自己 想放设法浇水 能多保一棵苗 就多保一棵苗 还要把秋季作物搞好 把多种经营搞好 千方百计 增加其他收入 温家宝还在 洪畅镇东高村的麦田里 和群众一起 拿起水管 为麦田浇水 在郭连乡张建村 看到村民胡秋霞 正在麦田里除草 温家宝接过他手中的铲子 在麦笼里熟练地铲起来 他说 中耕 施肥 除草 智虫 这些工作一样也不能放松 胡秋霞说 请总理放心 我们一定要把麦子管好 争取今年丰收 7号晚 温家宝在宇州市 主持召开了 由农民和基层干部参加的 抗旱工作座谈会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温家宝指出 目前汉情还在发展 气象部门预报 近期还没有大的有效降雨 抗旱保丰收困难很大 必须坚持不懈努力 不可有丝毫放松 第一 加强对抗旱救灾工作的领导 各级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 到第一线直接指挥 抗旱救灾工作 要建立抗旱的工作机制 在解决农业抗旱的同时 要重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 不让一个村一户人家 吃水发生困难 第二 保障抗旱资金和物资 尽快下拨抗旱资金 把对农民的各项补贴发到户 搞好化肥农药农机 等农业生产资料购销调剂 确保市场供应 农民急需的抗旱机械 要纳入农机补贴范围 第三 实行科学抗旱 第四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这是提高农业抗旱能力的根本之策 要加强控制性水源工程 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 加快并显水库 除险加固和灌区配套改造 大力推进节水灌溉 温家宝最后说 这次特大旱灾 对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 是一次考验 我们要通过多有成效的工作 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力争下凉 有个好收成 有个好收成